好,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當高速前進的汽車緊急停止的時候 利用安全帶跟安全囊 可以降低車內乘客可能受到的傷害 下面有關這兩種安全配備的敘述合者正確 我們看A選項 衝擊後越難壓縮的安全氣囊 越能保障乘客的安全 雖然我沒有車我也不曉得這個安全氣囊是怎麼樣 不過我看那個電視 它是發生車禍的時候 那個安全氣囊是把整個人包起來的 把整個人包起來的 防止它撞擊前面的方向盤 按照這樣的話 一個規則就是說 氣能夠沖得越足的 安全氣囊越好 當然啦,就是安全氣囊本身的材質 要不能破掉 就是說 第一個,它能夠瞬間沖氣的 那種安全氣囊是最好的 那我不曉得它所謂的這個越難壓縮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的意思如果是說 沖完氣以後的話 氣能夠沖得越足的 這種安全氣囊當然是越好 如果它的意思是好 如果它的意思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當然要選A 就是說 當事故發生 當事故發生 能夠在瞬間 把氣囊沖足的 這種安全氣囊是最好的 如果它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 沖完氣以後 然後 越能夠沖得 氣越足的 那種安全氣囊是越好的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B選項 它安全氣囊比安全帶更可以有效的 使乘客留在座位上 我看的話 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安全氣囊的話 它是發生束固以後 是把整個人包起來 使它不要撞到什麼 撞到那個前面的這個方向板 所以它應該是不能 比這個安全帶更有效的留在原來位置 就是說它比較沒有把 把什麼 把那個 那個乘客 給什麼呢 給綁住了 它比較沒有把乘客綁住了 所以這個B應該是錯的 張開C 安全帶須能夠伸縮 才可使乘客緊急停下的時間增長 我記得坐公車的話 那個安全帶 它本身不是說有彈性的 它那個什麼 它那個能夠伸縮 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當你緊急煞車的時候的話 你這個人的話 可以稍微往前前 這個安全帶會稍微深長一點 但伸長一點點 它不會再縮回來 我就說 安全帶本身它不是有彈性的 它那個什麼呢 它就是說 但是它也不會把你綁死 因為你綁死的話 你那受到的傷害會很大 我就說 你突然撞擊的話 然後你忍突然要衝出去 但是你被綁住了 綁住的話 本身有一個衝影 也就是說 你要衝出去的時候的話 那個什麼呢 那個安全帶 它事實上 會稍微的放鬆 放鬆一個長度 不過這個放鬆一個長度的話 它本身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摩擦力在 它不是說 一下子就放鬆 它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要把它給 把它拉 拉到一點點長度的話 本身是需要力量的 所以它本身 本身也有摩擦力 就是說 當你呢 受到 受到這個 撞擊 受到有一個衝力 要把你拉出去的時候 拉出去的時候的話 這個地方 會有摩擦力 但是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安全帶本身 它也會稍微深長一點 深長一點的話 讓你呢 受力時間 加長一點 那你受力時間加長一點的話 你受到同樣的衝量 但是你時間加長的話 你受力就會減輕 是這個樣子 讓它說 安全帶能夠伸縮 它的伸縮 也不曉得 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安全帶的話 當你呢 受到衝擊以後 它會伸出一點點 但是不會再縮回來 不是說像彈簧的話 你出去以後 再把你拉回來 不是這樣子 所以的話 要我選的話 我是不選這個 我會選這個 這樣看這個D 安全帶的寬度越窄 越能保障乘客安全 這錯了 安全帶帶越寬越好 越寬的話 讓你受力更小 因為你受到同樣的力的話 那你受力面積越大的話 你受到壓力的話 你就會減輕 所以D是錯的 D是確定是錯的 所以這題的話 有可能對的話 是A 或是C 就是說看它真正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會選A